觀塘公眾碼頭 又來到這個觀塘公眾碼頭 就開始來的時候,2015年 2015年又在這裏下船 去南海遊船 這次就... 相關了五年之後 就希望有另一班的營養 旁邊的營養 現在是在等船 A隻在坐大陸 船到了 我們在那裡下船 在後面 A隻有幾張啤酒 要入到裡面才能上船 到這邊下船 這裡,這裡 Go 好 準備 出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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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搬到馬頭 先來拿吊鱼先 現在應該要把車回去香港頂那邊拿吊鱼 生理 出發 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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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鯛 船上有7個位置 有15W的電鯛電工營 大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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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廁所 冷氣房 好 有很多床 冷氣房 有16格床 冷氣24小時開放 不舒服 睡覺就可以 沒問題 大廳有免費的杯麵小食麵包 有杯麵 杯麵 收樓 OK 自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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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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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氣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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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沙發墳是不錯的 經過船長室後 上層有大頂的沙發 都可以在這間沙發 因為有很多吊位 在這間沙發 拿完生理後 上午10時出發 出發大約兩個多小時後 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午餐 一個輕便的午餐 一個不錯的午餐 四小時後 都依然在海中間 包圈 晚飯後 我們繼續在這間沙發 慢慢向著遊井河 線的速度大約是八海里 遊井的距離大約是八十海里 多了十個小時後 都終於見到這個 孖井 這個就是孖井 我們會再傳一點點 好,來到孖井 很多海龍 是嗎? 很多海龍 好,這裡就叫孖井 這兩個井是孖在一起的 去到遊井 先準備生理 和刀手 下艇仔 近年 都有一些釣客 跟刀手 下艇仔 釣 現在這個 做刀手 這幾個刀手 刀手 其實是早年 南遊大選 是一隻小艇仔 自己下去 井邊釣魚的釣手 刀手拿了釣後 其他釣魚 都準備開關釣魚籃 在南遊 除了生魷魚 生瓷仔之外 南極蝦魚 南極蝦 和牛龍 都是一個非常主要的釣法 生日兩夜 準備三至四套的編程 走不直的就是這樣 走不直的後果 走不直的後果 走不直的後果就是這樣 南極蝦井邊 南極蝦井邊 大約120米左右 水深 所以 魚籃 都要750g 起步 所以電餃 和大號數的魚乾 是必備的 如果被拖泊趕走的話 就唯有去附近 因為有牌口 或者大火輪 就由本位釣 如果再不行的話 就唯有鑽到另一個井 看看有沒有拖泊趕走 好 在這個 老井 這個 火油出來 船上的火食 是不錯的 當然也可以自備 有刺身裝河 沒錯 有賣牛腩 絕對是刺身 日後 如果沒有被拖泊趕走 都是會黏著井 來釣的 哇 在這個老井之下 又來了 天氣一浪 天氣一浪 在這個 馬井 老井 這個 風浪的 房間 停泊了之後 便離開了 我們會去另一個井 釣釣釣釣 釣釣釣 之後便會回香港 釣釣釣釣釣釣 今天晚上有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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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拖泊 不要拖泊 又是好好食 又是好好食 又是好食 每次轉井 大概需要一半小時的時間 一半小時的時間 中井 有些爆吊 大雞一條 大雞一條 這些真的是鹽焗的 火了 好耶 番薯 黃旗燈牙 黃旗燈牙 紅油 黃美石山 張紅 南海油田的魚種 都蠻多樣化的 除了運氣之外 當然 多數都有些技術 都蠻多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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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離開這個 中井 結束我們今次的旅程 是不是 都蠻多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